这个男人究竟有多奇怪 买房子不看别的 竟然只看隔不隔音 他先让女中介在楼下大声地唱着歌 自己则跑到楼上去看看到底隔不隔音 你以为这个男的有病吗 就在几天前 他的女儿被人割去头颅抛尸了荒野 而通过暗地里的观察 他也发现这个地中海就是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 就在这天 趁着警察大山正在逼问地中海的时候 他一棒子敲晕了大山 正当地中海以为自己得救的时候 下一命 原来男人认为对付变态南地中海 就得用变态的手段才能让他如实招来 在于醒来的大山说明自己的意图后 两人便默契地准备联手对付地中海 然而正当男人准备用锤子砸碎地中海的手指的时候 兜里的电话却响了 是自己的老娘打来的 于是男人让大山先审问地中海 自己便跑到楼上去接起了电话 可就在大山也准备对地中海行刑的时候 地中海却再次委屈地表示自己并没有做 而且自己也是有女儿的 甚至几天前还亲自为女儿过了生日 所以根本不可能做出杀害小孩的事情 而这时大山也有些动摇了 因为通过几天的跟踪调查 他也并没有发现地中海的异常 就在男人下来准备进行下一步的时候 大山却不愿意了 因为身为警察的他 也不愿意冤枉一个好人 见大山反被地中海洗了脑 男人二话不说一个巴掌过去 就将大山给打晕了 小礁 然后我要判准备垂上